慢慢的讲到上 慢慢的讲 快快的听 上两个世纪罗讲到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你 你成功需要什么 敌人 要记得 那敌人不是我们的半角石 而是我们的踏角石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 积极的角度看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敌人是帮助我们 更加快的迈向成功的道路 因为就是那个看着我们 那个批评我们 那个挖我们的弱点出来的门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祝货的话 可以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的话 反而你的敌人会使你更加斩进 更加精明 更加谨慎 生命更快的改变 当你越有能力的时候 怎么样 你迈向成功的道路就越快 所以众姐妹 你要用积极的眼光 来看你的敌人 今天我要告诉你 成功需要机会 他们也对比较好 你想告诉他成功需要机会 成功需要机会 那众姐妹 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现实状况 机会不是人可以找的 如果人可以找的话呢 今天很多人都拼命找 因为已经找到了 如果人可以找的话 一说比你精明的人 比你厉害的人才有机会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机会不是人可以找的 机会是上帝给的 阿们 不只上帝给 魔鬼也给机会 如果魔鬼没有给机会的话 人那里可以做万事 对不对 对不对 人那里可以成功的做万事 但是魔鬼给的机会和上帝给的机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魔鬼给的机会到最后是要你的命的 阿们 然后上帝给的机会呢 上帝的圣经里面说祂的祝福是不带着忧愁的 那这就是上帝最大的恩典 祂给你的祝福给你的机会 机会是不会有忧利的 喜乐享受了 这就是魔鬼给的机会和上帝给的机会 都不一样 今天我就要证明给你看 上帝是上帝给的机会 我们看一个的了吗 创世纪24章1-27节 创世纪24章1-27节 Genesis 24 1-27 那段经文记载什么呢 你记得亚伯拉罕吗 亚伯拉罕在一百岁生的一个儿子 叫做以撒 对不对 那这个以撒已经长大 亚伯拉罕也年级老迈 亚伯拉罕很想为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 但是呢 他不愿意在他住的地方 因为他住在乌尔这个地方 哇 偶像冲着 没有一个好的女孩子 都是那些风化的女孩子 所以他就交代他的老夫人 说你一定有答应我 带我的儿子回到我的老家 或者从我的老家里面 带一个女人 好的女人 来成为我的媳妇 我不希望他在这里找这里的女人 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心 那我的弟兄我的姐妹 你也劝告女人 你要好好祷告 为着你的媳妇 为着你的女婿来祷告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儿子觉得好老婆 你一生就豪卜 如果你的儿子取了葡营金 或者金桃贵 这个事很难看 所以呢 阿伯拉就很聪明 他说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认去老婆 我一定要回到老家 请敬畏上帝的女人 成为我的媳妇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我来看 24章1-27节 这里就在说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向来在一切失散 也玩东西不理他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图人说 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 大腿底 OK 这个 是以前 发誓很重要的事情 要做的 我 我的妈妈的时代 很重要的事情 怎么样发誓呢 你记得吗 以前我以为是白产鸡 白产鸡 原来 赞白产鸡是他们的发誓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来 赞白产鸡 这样子听到了 你不听到什么东西 后来我也才知道 原来这是发誓 发誓 那犹太人的情况 比较不一样 把大腿 放在那边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 我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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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这样子的意思啦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要你指着耶娃 天地的主启示 不要为我的儿子 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去 为我的儿子以上 娶一个妻子 胡人对他说 倘若妻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 我必须将他的儿子 带回原处的之地吗 雅伴对他说 你要谨慎 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也要往天上的主城 带领我一开 富家和本住的地 对我说话 向我启示说 我要将这笔赐给你的后裔 他必拆解实的 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 娶一个妻子 倘若你只不肯跟你来 我使你起的事 就以你无干的 只是不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 亚伴的大腿底下 为这事向他启示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 取了十匹骆驼 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 起身往弥索波那里去 到了哪赫的城 天将黑 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 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他说 耶我啊 我主人亚伴的神啊 求你施恩 给我主人亚伴的汉 使我今日一见 什么 好机会 他开始说 使我今日 使我今日一见 好机会 谢谢 我现今站在井盘 城内居民的女子们 正出来打水 我向哪一个女子说 请你拿下水瓶来 给我喝水 他若说 请喝 我也给他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愿那女子就做 你所议定给你 古人以撒的妻 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 给我主人了 而家里 话还没有说完 不料一百家尖徒上 扛着水瓶出来 一百家是比比土利所生的 比土利是亚伴的汉的兄弟 马赫的妻子 你家的儿子 那女子容貌俱齐的就没 大家说 还是祝你 也未成功能清静他 他下到井盘 打满了瓶又上来 仆人跑上去去引着他说 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名字说 我主请喝 就急忙拿下瓶来 拖在水上 拖在手上给他喝 名字给他喝了就说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 叫骆驼也喝足了 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灶里 又跑到井盘打水 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大人定睛看他 一句话也不说 要少得耶和华吃得通打 那我没有 骆驼喝足了 那个人就拿一个金环 重半十克 两个金度重十克 给了那女子 就说 请告诉我 你是谁家的女儿啊 父亲 你父亲的家里有没有 有没有住宿的地方吗 名字说 我是你家以哪赫之子 你土里的女儿 又说 我们家里足有粮草 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笑话 说耶和华我主人 要不赖汉的神 是一般称颂的 因他不断以慈爱尘世 拜我主人至于我 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 直到走到我主人的兄弟那边 我们一起这种祷告 主啊 就告诉我们圣灵 开了个眼睛 让我认识你 心里面苏醒过来 明白过来 知道我们靠着你 我们就成功 我们需要寻找寻求的生命 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我求祝您应识这种当中 奉耶稣就得圣祷告 阿们 对不起妹 故事开始了 那仆人 老仆人 去了 你看到他去的时候 他真的很彷徨 而且这件事情很重要 他的主人 叫他为他的少主人 来娶老婆 娶错的话 他一生都内疚 对不对 那他这样走去的时候 那时候啊 从乌尔走到这个 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 不是两天的 是算夜的 其一的骆驼 带着十匹骆驳 和一些的财户 并一些的奴户 一直一步一步走到那个地方 走到那个地方 不知道那个城这么大 这么多的梨子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 应该是娶给我的少主人 对不对 你知道哪一个是好 哪一个是坏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要去看好的坏 对不对 而且 他的主人又命令他要带着敬畏神的 那个 那个情况就更加糟糕 你怎么知道敬畏神 最好 是自己的敬请 那更好 哇 这个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不过呢 我告诉你 这个老夫人 很特别 他做了一些事情 祷告 对不起 没说祷告 祷告 对不起 了记得 祷告就有机会 没有祷告就有机会 这个人只有一个可以做的 就是祷告 他求主说 我不能怎么做啊 我不能怎么做啊 但是 如果 那个 我要娶 我要带来 给我的少主的那个女人 如果我遇见她的话呢 她愿意给我水喝的话呢 应该就是了啦 她看到很多女人都在那边打水 那个是天将晚的时候 因为打过水啊 因为我住过有井的干风路 我有住过 天天早上你要冲凉 都要打水冲凉了 打水冲凉了 有一个井 我爸爸叫我打水 就放一条线 一个bucket 一个那个叫什么 一桶下去 轻轻的一摇 给她的那个bucket倒下去 然后 把水 打上来 这个叫打水 看那么多 那多个女人在打水 你孩子在打水 到底是哪一个啊 怎么样找 怎么样开口 就来这样子祷告 如果那个女人呢 来到我面前 我向她要水喝她给我的 就是了 她不是停在那边啦 如果一个老人家 向一个女孩子 要水通常很容易拿到的啦 都会远远 都会给她水喝的 她在做另外一个要求 她向上帝开出另外的条件 如果她给我喝了 她愿意给我的十匹老婆喝了 那个就是 各位姐妹 要小心看这件事情啦 人喝水是喝一杯 骆驼喝水不是一 不是这样子的 骆驼背后有两个山 有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在 这个沙漠里面生存呢 他们可以三个月不喝水的 三个月不吃东西的 不过 一次吃东西 和一次喝水的 他可以 他要吃很多 和喝很多 储存在他的骆驼背那边 然后他们就可以长眼的 跋涉 不用再担心喝水 骆驼这样子的 十匹骆驼 你知道一匹骆驼要喝多少水吗 以前我们后面有 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 那个 叫做什么啊 那个我的 我的一个 一个桶放下去的 那个叫1gallon 对不对 大家很远远的 那个叫1gallon 大概有解经家说 一只骆驼大概要喝 3至4gallon的水 一只过 十只骆驼 你想想看 多少水 一个 弱智的女人 要打水 我记得我打水的 我打了五六桶 我就还还穿了 这个是 三四十个gallon的水 他需要打给那只骆驼喝 如果不是好女人 不是好心人 不是权力的女孩子 善良的女孩子 肯付出的女孩子 有爱心的女孩子 哪里会这样做 所以他老婆人很聪明 他开这个条件给上帝啊 这个条件不是容易达到的 我给他给你 你都好啊 我咧 刚好一个女人就来100家 就是以后一善太太 她扛着水 喝水了 那老婆人就像来要水 他就给了老婆人喝 没有等到老婆人开口 他自己开口 好不好 为你的死亡 你的骆驼打水喝啊 老婆人低着急感动啊 急高兴啊 他真的看到他一桶一桶 像是一股的 倒在那个水灶里面 给他老婆喝足了 老婆人看到 也有送他几个 那个金环 一问他 你家在哪里 你是谁家的女儿啊 经他这样子一问 更加喜乐 原来一问就是 亚伯拉罕的这个 父亲的同 父亲的这个兄弟啊 的女儿来的 哪喝的女儿来的 所以呢 一下子就问到 找到 亚伯拉罕 心中所要的 就完成了任务 那我告诉你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是人为呢 还是神为 神为 不是人做的 人为 所以今天我就要告诉你 各位姐妹 机会在乎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安排 诗天七十五篇 第五至七节 诗天七十五篇 五至七节 这里说 不要把小高举 不要挺着你的景象 说话 因为高举 非从东 非从西 非从南来 唯有联华断定 祂使这人降低 使那人升高 那这里经文里面 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说 不要把头升高 不要以为靠着你自己的势力 不要以为靠着你自己的才能 机会 机会不是从东西南北来 而是 上帝断定 使人高 使人低 意思说是 上帝安排你成为高 安排你成为低 安排你好谁 不好谁 上帝赐福你 或者降火 降火你们 那 各位姐妹 今天好像很多人有错 观念觉得错 机会可以找 但是我告诉你 机会不能找的 如果能找 大家都找到机会了 如果能找 你闻到你很多兴灵的都找到了 但是你看到的情境不一样 很多很聪明 很厉害的 反而找不到机会 很多就是拱拱的 却讲体工的 对不对 要提供上帝来的OK 那感谢主 我们就看到一点 如果是机会 是人要去找的 你可能找不到 不过如果机会是上帝来安排的 我就每一天都有机会 因为我找到上帝 就找到机会 感谢主 快送到今天好不好 好的 我有一个弟兄 很聪明 在西企众坡的 在这一边讲一个 第一个他见证给我听的 他很聪明 他是一个聪明 很有知识 过一生做生意的失败 失败欠了很多債 他不到那里高 他就信了耶稣 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 天天祷告 天天依靠神 天天把自己交给神 这个人简直本来讲是这样子 在祷告的时候 就有人介绍他一个生意 在中国 后来他就上去了中国 看到这个生意非常大 可以一下子给他起来 不过他如果 失败的话 他永远放不了神 大了这样子 他就签 签了荷叶以后他很不平安 另外他都出来依靠神 他就寻去祷告 他就叫弟兄给他 另外一个弟兄会来祷告 那弟兄就看到异象 他说你签了荷叶的时候 我看到你签了荷叶的时候 有一黑影 大了黑影在你后面 他喊不平安 主啊怎么办 他就告不住我 你帮助我原谅我做错了 如果你不要给我这生意 我也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签了荷叶 你荷叶就不可以毁业了 毁业就要塑到你牢口 塑到你mang up 对不对 所以他就做了毁业 起舞难下 他就祷告一直祷告 我心里总是要你平安 不过你还知道 原来他们在那一个集团 是不好的集团 然后洗黑钱 这些东西在里面 黑暗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这个弟兄呢 就接到这圣经里头 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中立国的银行 马来西亚 不知道做什么宗族里面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要签一个荷叶 有一个供职 就要接受他的银行 这个来往的情况 这个就知道了 既然不知道 马来西亚的银行 不接受那边的条件 不接受那个银行的条件 这个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借口 就延迟或者推掉这个荷叶 不能做了 他失去的生意呢 他不觉得伤心 反而觉得高兴 虽然他高兴 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啊 对 问题没有解决啊 还是要面对破产的情况 但是呢 去中国 因着在中国这个没有了生意 又有一个人 介绍他另外的生意 这生意中 他没有做过的 是一个水的生意来的 后来他做了这个水的生意 从那时候开始 他反省 我现在 对不起 这个故事 你看到 是人在找机会 还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安排 因为这个人 敬为主 那兄姐妹 你要成功吗 你要机会 机会不能找 机会是上帝安排 只要你找到上帝 你就有机会 那兄姐妹 每一天的生活 祷告非常重要 每天的生活 把生命交通给主 非常重要 让主来安排你 让主来安排对的人 对的时机 对的生意 对的那个情况 好的利益 给你 那弟兄姐妹 当你 接到上帝所赐给你的 上帝安排 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说 这样就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 不要骄傲 要谦卑 机会 不是从东南西北来的 而是上帝 安排给你的 当上帝要你身高的时候 没有人都阻止你 上帝如果要你降低的时候 也没有人都视过上帝 所以一个聪明人 当依靠上帝 我这个弟兄 看起来很聪明 不过他好像小孩子 好像一个很迷信的人 每天他说 从今天开始 从那天开始 我每一天都为 这我的生意 每一天都依靠神 我的生意 我相信上帝给我的 对外面的人来讲 这个人是傻瓜 这个人是没有逻辑 没有思考能力的人 但是我告诉你 他却是一个成功人质 为什么 他懂得 敬畏 神不依靠神 阿们 我们来看 大家说 机会是在乎上帝的权柄 机会是在乎上帝的权柄 诸佳福音第一章五十节到五十一 五十二节 诸佳福音第一章六整个万 二十几万一 二十几万一 这里说 他用仿币施展大乎 那狂傲的人 这里心里 望影响 就被他赶散 他叫有权柄的人 思维 叫低贱的人 升高 这里就告诉我们 原来机会在乎上帝 要不要赔你 是他的权柄来的 不是你的决定 不是人的决定 是上帝给你的 上帝有能力 有这个权柄 叫人升高 叫低贱的人升高 也有肠柄 叫一个有权柄的人 世卫 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 说在以上有权柄的 都是上帝所设立的 给的 今天所有世界上 所有的那个掌权者 都是上帝所设立的 是上帝给他权柄的 当他犯罪的时候 就把他拉下来 然后不按上帝的旨意 就把他拉下来 另外一个上帝是上帝安排的 那众姐妹 今天 你在工作上 在社会上 在找吃的时候 其实众姐妹 我们不需要刷手段 我们不需要用着关系 或者用着我们的方法 我告诉你很多时候 你用很多的方法都行不通的 就是一个机会上帝给你的 就改变你的人生 改变你的生活 改变你的经济 就那么一次的机会 那众姐妹 那从哪里来 从上帝来 今天上帝给你一个真理 告诉你一个事实 你当依靠的是他 因为他给你上 也给你下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什么 应该行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靠着他的旨意过生活 靠出失业 有一天 上帝到的时候 就让你得到机会 让你生命改变 对不起妹 成功 不能靠你 今天你需要 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你需要上帝带领你 你去哪里找 对不起妹 他那时候碰经多 比机会更多 对不起妹 有什么事情不能的时候 讨他 求神 祷告 做什么事情之前 祷告 因为上帝决定了 在上帝的权柄当中 你要成功吗 祷告 那对不起妹 当上帝的权柄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相信他的权柄 我常说 如果上帝给的感恩 那就说上帝给的感恩 上帝给的感恩 上帝不给的更加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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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如果给你的一定是最好的 不好他不给你 如果你求了没有回应 求了没有回答 求了没有答案 也不给 那对不起妹 你要更加感恩 因为只有上帝知道 什么是对你好 什么是对你不好 所以上帝不给你 一定有他的理由 一定对你不好 所以我就说 我们信主的人 得到也感恩 得不到更加感恩 但因为肯定是不对的 不好的 所以六姐妹 很奇妙的 当上帝在你生命里面 来带领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发生 对你有益的事情 但是我不讲 一定对你的感觉好的事情 明白吗 很多事情 上帝让他发生对你的感觉不好的 但是对你有益的 了解吗 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他的权命 负在他的强权命底下 让他来带领 使我们高 使我们低 如果他要我们低的时候 我们就降服低的地方 当高的时候 他决定让我们高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胜过你 阿们 阿们 你要依靠的是上帝 而不是自己 来 大家去我带出来 机会是在乎上帝的时机 机会是在乎上帝的时机 看圣经别人书第五章六十七件 别人书第五章六十七件 这里圣经说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的大人手下 大家说 到了时候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升高 他必叫你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优利 写给神 因为他 服务面底 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 原来机会是按着上帝的时间了 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了 我们人啊 心总是不能等的 要快 今天就是今天 3号的3号 不可以死 3号回来了 3号不来不来不来 你买火了 3号不死 对不对 我们常常就有这种心 他要快 但是我告诉你 机会不轮到你的时间 是上帝的时间 上帝知道哪一段时间给你 是最好的 有一些时候 上帝不到时候给你 他不会给你的 请让我告诉你 上帝给人祝福的时候 是他有这样子的条件 来领受祝福的时候 上帝才给他的 我告诉你 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就带来对的火效 如果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情 就没有火效 对的事情 做在不对的时间 也有火效 他必须对的事情 做在对的时机 就产生对的火效 所以上帝是唯一一个 最完美的 全知全能的 他知道什么是对的时机 什么是对的事情 什么是对的火效 所以他给你的时间 就是最好的 有一些人不能 一下子发达 有一句话说 他说少年得智 下一句你知道什么 什么是对的 西班金 西班金 死快点 少年得智死快点 你知道几个明星 哪里听过啊 以前小时候 你们看Home Alone 那个Home Alone 那个Home Alone的孩子 那个孩子十岁 已经是BNA了 不够十岁已经BNA了 但他一长大 他生活一塌糊涂 烂交 水不凶酒天天开派地 乱花钱 生活一塌糊涂 两塌糊涂 今天最著名的 Justin Bieber 他是期待来的 真的 Cantyro 这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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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样子的人 突然之间 看中他 把他提拔了 成为现在 天狐狂的寄星 那他的生活 开始了 一塌糊涂 对不起 有一些对的事情 做到不对的时机 不一定好处 反而是黑暗 白白 上面 上帝知道 你求我 求我 求我老婆 求我老婆 可能是这样子 我常常都是 我是七岁 就求老婆了 如果十七岁 上帝给我老婆 不到离婚几次了 就是二十七岁 才求我老婆 几秒 那我姐妹 她说 佛嫂佛嫂 不到时间 上帝知道你的心 上帝知道你的个性 上帝知道你的生命 上帝知道你生命的一切 他知道什么时候 也可以带给你 到了时候 上帝叫你生命 到了时候 他们也对不起 什么 到了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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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今天是要告诉你 不要用力 因为你的上帝 在看护着你 护面着你 各位姐妹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时机 上帝的时机 一定对 他是绝对 他那时候 上帝不给我们的时候 阿们 上帝给我们的时候 赶 到了时候 卡住那边的时候 你要学习什么 等 他的时候 上帝不是不给你 还没有到的时机给你 所以你要等 到了时候 你有足够的条件 你能够受他的赤福的时候 一下子改变你 一下子改变你的生命 一下子改变你的生活 一下子改变你的命运 对不对 姐妹 只要你跟随着主的角度 不会有错的 阿们 所以我们当学习什么 学习来 我们下次当学习 顺服上帝的安排 顺服上帝的安排 等从上帝的旨意 等从上帝的旨意 等到上帝的旨意 等到上帝的旨意